中國江西省北部的鄱陽湖 是中國第一大淡水湖 但是因為乾旱 湖水縮減到只剩三分之一 十三年前竣工的山峽大壩 阻斷了野生漁群的動線 也使得流入鄱陽湖的漁數量 越來越少 當局務員要保護 不斷減少的漁業資源 計畫要從二零二一年起 在長江流域的重點水域 實施為期十年的進捕令 而這也衝擊了沿岸 二十七萬八千多位漁民的省計 空拍機鏡頭下這片一望無際廣闊的畫面 不是沙漠而是河床 這些排列整齊的巨型石塊 不是河堤 而是明朝遺留下來的石橋 湖水風沛石全都被埋在鄱陽湖的湖底 現在全都冒上來了 有中國第一大淡水湖稱號的鄱陽湖 乾旱的情況相當驚人 原本走船的湖面現在成了車道 應該在水上捕魚的漁民 只能在沿岸淘寶 湯八十年前抗日期間掉落鄱陽湖的古錢幣 沒什麼出路嘛 主要是現在沒什麼出路 不然的話隨個月大冬天站在水域裡面搞這個東西 又搞不到什麼東西 一天搞個幾十塊百八塊之間 它算好的 是吧 鄱陽湖正處於數十年來最低的水位生態嚴重惡化 這個被國家主席習近平稱之為攸關全國四成人口水資源的重要水域 同時還面臨到採沙石 未經處理的廢水排放 以及上游五百六十三公里遠的三峽大壩的危害 沿岸打魚的漁民指三峽大壩 阻斷了野生漁群的洞線 像是數量冰尾的江豚就無法回油殘亂 當局為了保護不斷減少的漁業資源計劃從二零二一年起 將在長江流域的重點水域開始實施為期十年的進捕令 荒陽湖水域就有十萬湖居民得要放棄在船上打魚的生活方式 另謀生計 整個長江流域受影響的人數更是多達二七萬八千人 記者王惠文這裡報導